等了一個月 台東縣成功證特產杜琪辰終於上市了 民眾都來品嘗今年延後上市的杜琪辰 台東縣成功證的杜琪辰 每年秋冬交替季節要採收上市 可是今年的氣候異常 十一月份還出現三十一度高溫 導致需要夠冷才能散發香氣 成熟的杜琪辰還掛在果樹上不能採收 不過這一兩個星期 一波波冷氣团來襲 氣溫下降 農民趕快到果園裡採收杜琪辰 杜琪辰雖然晚了一個月上市 不過成功證農會保證 品質不輸給往年 因為今年農改廠連發了一種 吹熟的水果套袋 農民也手度試用 以往採收下來的杜琪辰 還要擺放幾天 等熟了以後才能賣 用了這種水果套袋 少了這個過程 從果樹上採收下來就可以上市 替農民省了不少功夫 杜琪辰的果頭因為長得像人的杜琪 被稱為杜琪辰 而且它的價格高又夠甜 在成類水果中成王 也是冬天應景的水果 現在冷氣團持續發威 吃杜琪辰正是時候 記者 張明哲 台東報導 你經常的收藏 你選擇 你選擇 紋